春秋时期 愈演愈烈的争霸战争 令这段历史几乎成为中国最动荡的记忆 而这一切混乱的源头 还要追溯至礼乐崩坏的西州末年 公元前770年 犬戎族入侵中原 周天子为了寻求一条生路 将都城从浩京迁至洛邑 东迁之后 周王室日益衰微 而统治之下的中原诸国的势力 却日趋强大 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 已经名存实亡 强大的诸侯国不断吞并弱小的国家 形成了群雄纷争的局面 齐桓公率先打出尊王攘仪的旗帜 以诸侯执掌的身份 对内号令天下威服诸侯 对外共同抵御融族 公元前643年 这位称霸38年的齐桓公 突然病逝 一时之间 诸侯之掌的位置出现空缺 华夏大地上 各诸侯国之间 又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可是没有人会注意 在西北边陲之地 还住着一个被世人遗忘的小国 他们世代身负兼具的使命 为周王室养马束手边境 抵御融族 由于地理位置和文化交流的原因 这个国家很快便融合了 邻国融族的习俗 整个西周就是一个非常重视礼仪教化的时代 礼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行为的准则 或者说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关系 周里就倡导 人在家族 在社会中 你的言行 必须要遵循你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 做到长幼有序 尊卑有别 远在西方的融族 因不遵循周天子制定的礼 而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的种族 因此 这个受融族影响发展壮大的国家 被讥讽为秦融 这便是秦国 秦国的所在地 位于今甘肃陕西一带 常年与融族交战 造就了秦人上午 好战也善战 同时也造就了他们坚强不屈的性格 久受歧视冷落的秦国人 迫切地想要向傲慢的中原诸国 证明自己的地位 公元前六五九年 秦国在历经一百多年的八分突强之后 迎来了第十四代国君秦穆国 这位年仅二十三岁的国君 血气方刚 从即位的那一刻起便说出豪言壮语 立志要在东方开出一条道路 哈族中原 称霸中原 为了丢掉蛮夷的称号 秦穆公一改往常野蛮好战的策略 转而走向了和亲的道路 至于和亲的对象 在他的心中早已有了最佳的人选 那就是身上流淌着贵族血液的晋国人 晋国是周王朝贵族后裔 当时的国君晋宪公面对秦国的主动和亲 便将自己的大女儿伯姬嫁给秦穆公 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秦晋之号的开端 可是这段友好的关系没有维持多久 便出现了危机 公元前六五零年 晋国因历四一事发生内乱 公子宜吴以歌让河西一带为条件 得到了秦穆公的拥护 成为晋国国君晋惠公 但令秦穆公始料未及的是 这位国君并没有履行割地的诺言 面对晋惠公的背信弃义 秦穆公又会怎么做呢 公元前六四七年 秦都雍城的港口停靠了大量运粮的船只 船上运载的粮食预计达到上万斗 沿着渭水 船只自西向东航行五百里 随后换成车运 横渡黄河以后再改山西冯河曹运北上 运粮的船只八百里路途首尾相连 昼夜不停的运输 为的是尽快到达最终的目的地 晋国 当时的晋国陷入了一场严重的饥荒之中 曾经背弃秦国的晋惠公 向秦穆公发出求救信号 秦国的一位大夫说道 晋国饥荒 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好机会 我们应当趁机攻打晋国 秦穆公并没有答应 他说道 有赋予我的是晋国的国君 而不是百姓 我不忍心看着百姓受灾 于是在秦晋两国之间 出现了这一壮观的景象 史书上称其为泛舟之意 一年之后 秦国也一度陷入饥荒之中 秦穆公向晋国请求支援 可是发出的求救信号 如泥牛石沉大海 始终没有得到晋国的回应 秦穆公陷入了交集漫长的等待之中 当时在晋国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有一个大夫就对晋惠公建议 现在秦国受到了饥荒 我们应当帮他 因为以前晋国受到饥荒的时候 秦国曾经帮过我们 但是晋汇公的舅舅 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以前我们受到了饥荒 其实是上天把晋国赐予了秦国 那么现在秦国饥荒 等于是上天又把秦国赐给了我们晋国 那么如果我们不去攻打他 是违反天的意志 那么最后晋汇公被利益所诱惑 决定讨伐秦国 于是战争爆发了 晋国的回应大大超出了秦穆公的想象 他日思夜盼的资助 竟然换成了一支充满杀意的晋国军队 称霸中原的道路坎坷曲折 秦穆公一心想要巴结的晋国 却三番两次恩将仇报 这深深地惹怒了秦穆公 秦晋两国之间的谷普关系开始决立 怒化冲冠的秦穆公 要让晋国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 公元前645年 秦晋双方在寒原交战 最终 骁勇善战的秦军 以俘获晋汇公而大获全胜 秦国一直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小国 打败晋国这对于秦穆公来说 则是他称霸途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晋国已经答应割让河西一带 这让在称霸的道路中摸爬滚大了13年的秦穆公 终于尝到了一点胜利的甜头 春秋时期 每一位霸主的出现 都伴随着与其他大国的战争 秦国的实力虽然日趋强大 可实现称霸的梦想 却还是遥遥无期 秦穆公必须寻找一个强大的后盾 于是 他再次向中原大国晋国 提出延续秦晋之好 秦穆公提出 请晋国公子宇到秦国做客 并将自己的女儿文盈嫁给太子 秦晋两国亲上加亲 按理来说 友好的关系应该是巩固了 可是秦穆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晋国再一次背叛了他 公子宇的母亲是梁国人 但是梁国被秦国灭了 所以公子宇的内心对秦国是有一些不满的 于是在公子宇的大婚之夜 他听说他的父亲已经病入膏肓了 那么他唯恐王位将他落到别人头上 于是连夜回国继位 这就是历史上的晋怀公 那么晋怀公在继位之后 与秦国的关系就比较疏远 晋国三番两次的背叛 就像一把坚韧的利器 深深地刺痛着秦穆公的内心 和秦的策略 究竟能否帮助自己称霸中原 这是秦穆公此时不得不重新面对的一个问题 审视晋惠公 晋怀公的闻人 秦穆公也终于看清楚了一个问题 想要长久地稳固秦晋之好 他必须在晋国寻找一个可靠的盟友 而这个关键人物 秦穆公想到的第一个人 便是晋怀公的叔父 崇儿 这位在外流浪十九年的公子崇儿 才华出众 忠厚谦逊 深得秦穆公的喜爱 秦穆公为了拉拢崇儿 更是将童宗的五个女子赐予他 然而在这五位女子之中 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 他就是曾经晋怀公的妻子文盈 按照周光氏的宗法制度 质子和儿子是一样的 屈温应等于说去了自己的儿戏 所以说从道德认论方面来讲 崇儿是拒绝接受这一安排的 但是崇儿身边的亲戚就告诉崇儿说 我们一定要接受 不然的话就不能够得到秦穆公的支持 也不能够离开秦国回到井国 所以说崇儿的态度是 出乃血 后乃受 在这个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 诸侯国之间相互征伐又相互利用 秦进两国友好联盟的重要方式便是和亲 文盈心知肚明 从他嫁给崇儿之后 秦进之间的关系便由此进入了巅峰时期 大婚之后 崇儿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返晋国 杀掉了晋怀公 成为了西晋王朝的新任国军晋文宫 公元前632年 晋文宫开始向中原的另一个诸侯大国 楚国发起挑战 这场战争实质上是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争霸之战 一方是以晋国为首的晋、秦、宋、齐四国联军 一方是以楚国为首的楚、陈、蔡、正四国联军 双方在成图一带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生死决战 最终以晋国获胜而宣告结束 成图一战建立了晋国一统中原的霸意 晋文宫因而成为了春秋时期的第二位霸主 公元前630年 晋文宫以自己流浪期间受郑国怠慢为由 联合秦国攻打郑国 自晋文宫即位以来 秦晋两国一直友好相处 秦穆公为了巴结晋国 对晋国所持的态度始终都是有求必应 晋军驻扎在韩岭 秦军驻扎在泛南 两处皆为军事咽喉之地 秦晋联军战尽天时地利人和 正国必亡 剑已在弦行事紧迫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位名为竹之武的郑国使臣突然造访秦国 那么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 究竟能否仅凭口舌之战撼动秦目攻呢 公元前630年 一个深秋的夜晚 郑国使臣竹之武 只身进入秦国领域 秦目公对于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 并没有以理相待 竹之武开门见山说道 秦晋为政 郑国已经知道要灭亡了 如果郑国灭亡对秦国有利 又怎敢冒昧地来麻烦您 晋国西邻秦国东邻郑国 如今秦国越过晋国 把远方的郑国作为边界 您知道这是困难的 您又为何要灭掉郑国 而给邻邦晋国增加土地呢 邻国势力雄厚 秦国的势力也就相对削弱了 竹之武的一番说辞 是秦目公陷入了陈思 晋文公即位不到五年 便成为中原第二位霸主 而自己摸爬滚打了二十九年 却依旧在争霸途中停滞不前 竹之武打断了秦目公的思考 说道 秦国曾对晋国有恩 晋国答应给予诚持 最后却出尔反尔 现在晋国已经在东边 使郑国成为他的边境 如果想要向西扩大边界 又怎会不侵害到秦国的利益 旧事重提 竹之武再次勾起了 秦目公内心的痛楚 曾经秦进之间矛盾的记忆 再次涌入他的心头 最终 秦目公撤退了 铸扎在泛南的军队 秦军的突然退兵 令晋文公措手不及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 晋文公不得不打破原有计划 返回晋国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最终消失于无形之中 但是秦进两国之间的关系 却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朱之武能言巧遍 使郑国化险为夷 当天晚上 秦目公立即下达命令 派大夫 齐子等人束手郑国 可是谁都不曾料到 两年之后 这支束手郑国的军队 却使郑国再次陷入了危机之中 公元前628年 束手郑国的齐子 突然向秦国发了一封紧急密报 密报中 齐子写道 自己已经掌控了郑国的北门 如若此时派兵突袭 理应外合 郑国必得 31年了 这个消息对于秦目公来说 正是一个成就罢业的大好机会 出征之前 秦目公召见上大夫简叔 商量作战计划 今日攻打郑国 你意下如何呀 问问不可 为何不可 简叔的果断回答 大大出乎了秦目公的意料 这是踏足中原的绝佳时机 秦目公不想错过 贪力之心的作祟 蒙盖了他最后的一丝理智 简叔的劝谏 秦目公根本听不进去 秦师习政行军路线 是从秦都雍出兵 行经晋国内的小寒古道 突经华国才能到达郑国 你知道什么 要是现在不达郑国 难道要等你死了才去咱们 此时出兵 这次出兵 虽然征伐的对象是郑国 但是在简叔的内心里 最让他担忧的 却是秦国的同盟国 晋国 小山在今天河南三门峡闪现附近 它在历史上从来都是一个交通要道 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小山的南北两侧各有两座小山 所以简叔断定 这个地方特别适合打伏击 晋军一定会在这个地方设伏 歼灭秦军 按照周天子制定的礼仪 反陆经周王朝边境的军队 都要向周王朝所在的方向致敬 公元前六二七年 秦军经过周王朝都城北门之际 秦国的将士刚一下战车 便又一跃上车 算是向周天子表示敬意 秦军的轻狂骄横 被周朝大夫王孙满看到 回到周朝以后 他对周天子说道 秦军一定会遇到大灾难 对此周天子疑惑不已 王孙满则说道 秦国的军队举动轻狂骄横 不注重礼节 进入险要之地还漫不经心 如果秦国军队不遭到灾祸 那自古传下来的道理 也就不管用了 秦军一路向东经过晋国 在进入华国境内之际 其子传来消息 说道郑国国内并无异常 华国距离郑国 只有一百多公里 这对于秦军来说 郑国唾手可得 全军上下兴奋不已 可就在此时 一位名叫贤高的使者忽然造访 他自称是受郑国国军之命 特地为远道而来的客人 送上一份微薄之礼 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令秦军大吃一惊 难道是其子发来的消息有误 还是说这位突然造访的客人 并非郑国使臣 二月的一天 从郑国的北门走出一支刑商的队伍 此次他们出行的目的是要到洛邑进行买卖 领头的是一位名叫贤高的郑国商人 这支商队一路向西前进 然而就在抵达华国境内之际 贤高突然发现了远道而来的秦军 华国境内出现秦军 这让常年在周正两国之间来往 积累丰富经验的贤高 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经过一番小心谨慎的打探之后 贤高得知了秦军的目的 正是要去攻打郑国 这个答案他始料未及 危急之中贤高集中生智 冒充郑国使臣前去拜访秦军 与此同时 又派人连夜赶回郑国 向国军报告消息 局势在悄然之间发生逆转 郑国内叙事待发的棋子 却对此一无所知 更让棋子想不到的是 他巧守期盼的秦军 最终换来的却是一位 郑国大臣黄乌兹 黄乌兹对棋子说 你们在我们国家停留的事件已经很长了 我们国家的粮食肉都快要紧了 我们国家有主列昌 你们国家也有主列昌 还是会到你们自己的国家去列区秘鲁吧 棋子一听就知道 消息阻漏了风声 然后他就赶紧逃跑了 棋子逃跑 秦军偷袭无望 消息很快传到秦国 一心想要争霸中原的秦木工 原本满怀信心地 期待着一场短时间内就能取得胜利的战争 却不曾料到到头来获得的只是一场空 此时出名 禁军肯定会在消散 是要服于我军 出征前 简叔极力劝阻的一幕 清晰地浮现在了秦木工的眼前 事情的发展真的会像简叔所说的那样吗 自己的同盟国晋国真的会在小山设服吗 这让秦木工陷入了一筹莫战的尴尬之中 春秋时期 大国争霸 小国遭殃 弱肉强食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显著的标签 出师不利的秦军最终灭掉了毫无设防的小国 华国 满载着从华国掠夺的战利品 秦军踏上了回国的道路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 危机才刚刚开始 一只恶狼正在忽视眈眈的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孟子尽心下重有这样一句话 春秋无翼战 春秋无翼战这句话应该是这样理解 按当时的规定 征战 皆出自于国军 当时的国军应该是自周天资而言 但是春秋时期的战争呢 都是出自于歌诸侯国的国军 所以说我们说春秋无翼战 在中国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 礼乐文明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夏商周时期 古代先贤通过利用礼教和乐教 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 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 西周时期 周天子以礼乐为手段 来达到尊卑有序的统治目的 不仅在社会中规范人们的地位和关系 在军事领域上 更是以一整套军力 来制约着交战双方的军事行动 公元前六三八年 一心想要成就中原霸业的宋湘公 与另一个大国楚国 在洪水展开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战 开战初期 宋国军队早早地就裂好阵型 面对正在渡河的楚国军队 有一个大臣向宋湘公提议 楚军比我军人数多 此时攻打过去 楚军必败 而宋湘公对此则回答道 楚军还没有准备好 我们不可趁人之危 最终楚军之间的这场战争 以湘公受伤 宋国惨败而告终 此年 宋湘公因伤口感染 结束了他悲壮的一生 我们用尽人的眼光来看 宋湘公确实是愚蠢 挨奔 错过了许多去胜的量级 但是如果放在当时 那个四代北京下 不是靠银母规矩来取得胜利 而是靠军死威慑的办法 来私人屈服 宋湘公所做的 实际上是对立约为命中 军力的一种权势 可是自周王朝东迁之后 中书势力日渐衰微 周天子就再也没有那种 号令天下 莫敢不从的赫赫威权 在这个坚定争霸战 意见激烈的春秋时代 周天子制定的军礼 显然有些不合时宜 这种贵族绅士的战争礼节 被一种名叫战争艺术的思想 取而代之 简单来说 战争一书就是战书 是自战争中所使用的谋略手段 春秋时期 周旺市东前 中书地区势力衰弱 周旺市所指定的离约 可以说是离崩约会 他们所指定的军离 也受到了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 兵不掩扎的思想 开始满烟 而这个思想的开创人 就是晋国的打奖 先真 公元前六三二年 晋国将领先真 率领军队在城湖一带 与楚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霸战 在这场大战中 先真将虎皮挂在了战马的身上 挥奔而来的楚军 对着眼前的一幕下乱了阵脚 最终这场战争 以晋国离甲乱针的离兵之计 大获全胜 这也是春秋战争史上 第一次明确记载 在战争中使用战术的实力 这位打破常规的军事家先真 更是以其超越整个时代的军事思想 奠定了晋国的百年霸业 而我们常说的兵家圣祖孙武 也是在受先真思想的影响下 创写了著名的孙子兵法 公元前628年 秦军突袭郑国的消息传到晋国 当时的晋国正处于大桑时期 即位不久的晋香公 刚刚从先父手中 继承了霸主的权威和地位 而秦国选择在 晋国政权尚未稳定的时刻攻打正国 显而易见 秦穆公的真正意图是要争霸中原 于是晋香公紧急召见大将军先真商议对策 当初先真跟随文公在外流浪19年 应得到秦穆公的拥护才得以回国 自那时起 秦晋两国便一直友好相处 如今得知秦国伐政的真正意图 先诊又会怎么做呢 公元前628年12月初时 一代霸主晋文公驾讳 出殡的当天 就在护送关救的队伍 刚刚走出晋国都城将城之际 跟随出殡的武官 突然听到晋文公的灵救妹 传来一阵似牛的叫声 随之武官说道 这是国军在发布军事命令 将有一支西方的军队越过我国国境 我们袭击他一定会大获全胜 军兵大势将由西施过有 极之必极之 大结言大结言大结言 不明真相的人 对于这种灵异景象惊恐万分 而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 还要回溯到文公出殡的前几日 晋国内 晋香公与大将军先枕 对于秦军罚政一事上 陷入了激烈的讨论之中 秦国攻打正国 此时我们出殡 也攻打秦国 必定会大获全胜 作为中国历史上 第一位同时拥有元帅头衔 和元帅战绩的大将军先枕 他敏锐地察觉到 秦军突袭正国 表面上与晋国毫无瓜葛 实际上却是对晋国霸主地位的 一种挑衅 所以先枕极力主张攻勤 对此先枕说道 秦军跋涉千里 深入他国 如若此时在小山社府 定能轻而易举地歼灭秦军 小山抵处关中地区和中原地区的交界处 它是两个地区的天然平长和延后窑岛 自新安以西 一直到通关 翻480里 都是小山 山的背面 就是黄鹤 小山呢 三高厘米 敌尺仙咬 很多地方 扯不禀归 骂不禀礼 是一个奢己 埋伏的一个最佳的地段 作为春秋时期 威名赫赫的霸主 晋文公之子 晋香公 显然缺少了些许 父亲当年的霸气 此时 对于是否罚勤一事 显得有些优柔寡断 秦晋两国 自晋献宫时期开始 便建立了长达几十年的友好关系 虽然期间分分合合 但自晋文公开始 便一直友好相处 晋香公 不想去破坏这段秦晋之好 秦国 为我们的文公之商举哀 反而出兵攻到我们的同性之国 实为无礼 哪有什么轻易可言 一旦我们放过他 一定会比后世 有下祸患 晋国拥有天时 地利人和 在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 有利条件下 面对秦国 攻打郑国的明显意图 晋香公最终采取了 先诊的建议 而文公出殡时的灵异景象 其实只是晋香公 为设服秦军而找的一个借口 几天之后 晋香公推延了文公的丧气 为毕将士在行军中 穿着白色丧服的不吉利之会 晋香公用墨汁将丧服染黑 此时秦军按照来时路线 自西向东 原路返回 公元前627年4月13日 秦军抵达晋国边境 进入了晋军早已设好的埋伏群 然而他们对此还浑然不知 就在行至小山之际 等待多时的晋军 突然从四处山野之中冲出 顿时宁静的小山之间 鼓声震天 秦军被晋军重重包围 骁勇善战的秦军 毫无还手之力 在请客之间 三万秦军全部覆没 晋军最终俘获了 秦军的三名大将 左传中记载 晋于是始末 小山一战之后 晋香公穿着黑色的丧服 下葬了晋文宫 至此之后 晋国开始以黑色 作为校服的标准色 这个风俗一直影响到现在 小山一战对于晋军来说 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 这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场伏击战 自此之后 礼崩越坏的局面愈演愈烈 西州时期惯用的约期而战的作战形式 彻底瓦解 晋国大败秦军 消息很快便传到了秦国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 秦穆公的内心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与刺激 面对同盟国晋国的背叛 秦穆公又会怎么做呢 公元前六三七年 秦穆公为了建立 秦晋之间的友好关系 特将自己的女儿文盈 嫁给了晋国的国君晋文公 在这个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 诸侯国之间相互征伐又相互利用 文盈也自知 自己在两国之间承担的使命 公元前六二七年 小山一战后 文盈听闻自己的父亲吃了败仗 秦国的三名大将被俘 作为晋香公的嫡母 文盈为此求见晋香公 他说道 三将离间了我们 秦晋两国国君的关系 如若将这三人交与秦国 秦穆公定会惩罚他们 何不让他们回到秦国受刑 以满足穆公的心愿 面对文盈的苦苦哀求 晋香公一时心软 最终答应归放三将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 晋国大将仙真的耳中 愤怒之极的仙真 不顾君王的颜面 在朝堂之上大发雷霆 质问秦国的囚徒去了哪里 而晋香公丝毫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失误 回答道 已经归放秦国 气急败坏的仙真 当场唾骂道 战士们千辛万苦的作战 才擒获秦国三将 如今一介妇人的 知言片语便放虎归山 如若照此下去 晋国亡国之日将旨日可待 先诊拓之离去 晋香公为自己的一念之差 后悔不已 他立刻又派兵前去抓捕秦军三将 可最终无果而终 此时的秦国 秦目公早早地来到郊外 迎接被晋国释放的三名大将 自己当初不停简书劝阻 一意孤行 造就了秦国东进中原的势头 被狠狠遏制 秦目公后悔不已 年少时立下豪言壮语 要踏足中原 称霸中原 为此秦目公不断巴结 中原大国晋国 让其成为秦国强大的后盾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 秦目公一次次的好意 最终换来的却是晋国的背叛 至此秦晋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彻底决裂 秦目公立志 要在三年之后卷土重来 以报学耻 公元前六二七年八月 萧山之战萧烟还未散去 活跃在北方的敌人 忽然入侵进火 大将新智作为进军主帅出兵抗击 在机设服大败敌人 俘获敌人首领 史称机之战 可是谁都不曾料到 这场战争却成为了仙枕生命中的最后一战 就在举国上下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 仙枕却独自陷入了无限的自责与内疚之中 距离因释放秦国背负大将而唾骂相公一事已经过去四个月了 虽然相公对于此事并没有惩罚他 但是这让仙枕越发的愧疚 终止刚烈的仙枕 因抵不过内心的自责 最终卸掉兵甲 徒手单骑进入敌人的营帐之中 以死谢罪 噩耗传出 国人震惊 一股悲凉的气氛迅速在晋国蔓延开来 后来有人在仙震的房间内 找到了他生前写的一份遗书 曾自知无礼于君 君不加租讨 而负用之 幸而赞生 赏赖降级 曾归而不受赏 是有功而不赏眼 若归而受赏 是无礼而亦可论功也 有功不赏 何以劝功 无礼论功 何以惩罪 功罪紊乱 何以卫国 曾将持入敌军 假守敌人 以待君之堂 先诚以死明治 后人对他的做法褒贬不已 晋国权臣赵衰 以识人出名 他对仙震的评价 仅仅只用了四个字 仙震有谋 无论是城图之战 还是萧之战 仙震都以其出众的谋略 让晋国顺利大败 强敌楚秦 开创闻乡百年霸业 这位富于韬略的军事家 既有筹谋策略之常 又有临阵指挥之能 然而 这位杰出的军事家 却不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 要向仙震一生纵横战场 未尝败仗 却不曾想到 最终他竟是败给了自己 公元前六二四年 仙震死后的第三年 秦穆公亲自率军攻打晋国 秦军一路上势如破竹 横渡黄河焚烧船只 以示决心死战 消息船只晋国都城 晋香宫避而不战 秦穆公在短短的 几天之内 夺取了晋国的两座城池 胜利之后 秦穆公特地率军转至小山 在此祭奠了 三年前小之战中 逝去的三万前军将士 明朝史学家顾足宇 在《独氏方渝记要》中写道 春秋时期 晋国拥有小山 这个有利地势 才得以大败秦军 而秦国在得到小山之后 历经三百多年的奋发图强 最终灭掉六国 统一中原 故而得小山者 得天下